当成本优势紧跟潮流还是与众不同 戴尔的低成本 零库存策略人尽皆知 为何还能独霸一方 垃圾搬运行业怎样依靠低成本赚取超高利润 哪些行业的成本优势才是真正的护城河 目前为止 我们讨论的所有竞争优势的来源 无不集中于一点价格 或者说 企业到底能从客户身上榨取多少油水 无形资产 转换成本和网络效应 都可以让企业对相同的产品或服务收取 高于没有这些优势时的价钱 当然和价格对应的就是成本 因此 企业可以通过低于竞争对手的成本 在自己的身边挖一条护城河 虽然成本优势在某些时候具有持久性 但它也会瞬间消失 所以说 作为投资者 你需要认识到企业的成本优势是否能轻易复制 在过去的几年里 很多公司都曾夸下海口说 他们是怎样通过把某个呼叫中心 或是加工厂转移到低成本地区 比如中国、印度或菲律宾等 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只要有哪个下属提议 找个劳动力成本低80%的工厂 作为低端部件的供应商 整个管理层就会为之雀跃 似乎大家的智商都翻了一倍 这绝不是什么天分 更不是可持续竞争优势 因为这些低成本供应商随时会变成其他任何一家公司的采购员 如果一家汽车配件供应商到中国采购低附加值零部件 那么它的竞争对手需要多久才会拨通这家中国企业的电话 建立类似的采购关系呢 肯定不会很久 因为在利润决定一切的商业世界里 等待的时间越长 高成本生产就会让他们失去越多的生意 在全球化的经济中 对于那些价格敏感性行业来说 采用低成本供应是唯一能让他们屹立不倒的秘诀 在价格决定客户采购决策的行业里 成本优势的意义非凡 尽管这些行业看起来都是消费品行业 但也不完全如此 以英特尔 英特尔 为例 与美国超微半导体AMD相比 它拥有极大的成本优势 而它的微处理器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消费型商品 从技术上来讲 消费型商品指的释出价格之外 不存在其他差异化因素的产品 我认为 要识别出成本优势起决定作用的行业 最可取的方法就是判断它的可替代性 英特尔的芯片当然不同于AMD的芯片 但是从客户的角度看 两者却没有任何区别 因此拥有最佳性价比的产品 最有可能得到客户的首肯 英特尔可能具有较低的长期运行成本 但如果AMD芯片拥有更好的性能 而且事实也一向如此 那么客户就有可能会暂时转换产品 不妨先放下芯片这样的小东西 看看大物件怎么样 不管你信不信 飞机这样的大物件也没什么两样 尽管波音737和空客V320都属于异常复杂的产品 但它们在航空公司眼里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相同的飞行距离 相同的载客数量等 所以航空公司在购买新飞机的时候 只看哪家厂商波音还是空客 会给他们优惠的价格 也就是说最终的采购决策 几乎完全依赖于价格不过 新型波音787引入了大量新技术 而这些举措则是空客所不具备的 波音787或许会改变这个定势 唯一的例外也许就是一直以来 只选用一种型号飞机的航空公司 如西南航空公司和捷兰航空公司JetBlue 美国和日本的汽车制造商也一样 任何人都不会把福特Taurus和本田Accord 雅阁汽车混为一谈 所以价格更低 故障率也需要较低的汽车将最终赢得市场 成本对汽车制造业来说至关重要 因为价格是客户选择产品的首要决定因素 成本优势可能来自四个方面 低成本的流程优势 更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众不同的资源和相对较大的市场规模 建立在规模基础制上的成本优势本身表现为多种形式 理解规模优势的意义重大 因此我们将会在第七章单独讨论这一问题 解释越大越好的原因所在 下面我们将逐一探讨成本优势的其他三个来源 流程优势 流程优势很有趣 在理论上 它们不可能持续长久 因而也不可能构成竞争优势 当一家公司找到低成本的产品或服务市场模式时 竞争对手肯定会马上模仿这一流程 从而与业内领导者的成本结构保持一致 这一点不会有什么疑问 虽然这样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 但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快 因此我们有必要理解 为什么竞争对手通常需要那么久的时间才能跟进 让最初创造低成本流程的从业者在那段时间内获利许多 这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至于戴尔建立在流程基础上的成本优势和西南航空公司的低价策略 我实在是不想再蓄刀了 戴尔取消分销环节 采用直销方式 并通过订单式生产PC机实现存货最小化 西南航空公司采用单一机型 实现地面时间最小化用航空业的术语说就是快速周转 在全体员工中间培育例行节约的企业文化 然而有趣的并不是戴尔如何以低成本销售PC机 或是西南航空公司如何低价销售机票 而是在他们的低成本策略以人尽皆知的情况下 两者还能独霸一方 尽管两个公司带来的答案并不一致 但启发是相同的 其他老牌航空公司并没有复制西南航空公司的低成本模式 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 严格的工会结构意味着 在这些公司中 飞行员不可能去帮助地勤人员清理飞机 这就无法提高飞机的周转时间 其次 由于这些公司需承担高昂的中转站维护飞 因此如采用西南航空的点对点飞行方式 将导致他们的国际航线无钱可赚 最后 在这个一项崇尚以区别对待 差异收费来赚钱的行业里 西南航空公司始终坚持一视同仁的作风 简单来说 要取得西南航空公司的成本优势 其他航空公司就必须在形象上有所改观 而改变一个企业的经营作风绝非易事 但这没有解释为什么其他新成立的航空公司 没有采纳西南航空公司的经营模式 一部分原因在于西南航空锁定了二级机场的时段 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 它还锁定了新飞机的供应 保证新飞机的供应具有持续性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 在其他老牌航空公司 意识到西南航空公司的威胁时 西南航空已经建立了足够的规模优势 此时其他老牌航空公司已经找不到补助这条大鱼的渔网了 对随后成立的新公司来说 由于现有公司在他们的路线上不断压架 使他们只能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 凭借区区几条航线 新的竞争者根本就无力承受不断恶化的长期亏损 于是老牌航空公司只能对西南航空的霸道停之认知 而同样的原因 也是现有的PC制造商只能对戴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百销商和零售商从制造商手里拿到PC机 然后再直接销售给最终用户 这种联系在分销链中是至关重要的 IBM和康百 或是其他尝试过模仿戴尔的制造商 要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 就必须定位自己的经营模式 那么新成立的公司为什么没有效仿戴尔的经营模式呢 实际上确实有两家公司美光 MICRON和捷威GATEWAY 曾在20世纪90年代尝试过走戴尔的路 但他们最终都鲨鱼而归 损失惨重 美光同时经营多个产品线 这样就太忙了 以至于根本不能有效复制戴尔的超级供应链 而捷威为了达到差异化的目的 不仅以招标形式开设零售店面 甚至直接走进消费市场 就在1996年的时候 戴尔和捷威在规模和盈利能力上还不相上下 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难以置信的 但从那之后 他们的经营就开始各行其道 在戴尔把库存量降低到闻所未闻的水平时 捷威则在大卖场设立专卖店 在得出某些结论之前 我们还是在看看基于流程建立成本优势的其他几个例子 纽科公司Nucor和钢铁动力公司Steel Dynamics 都属于小型钢铁企业 而且生产过程的成本均低于美国钢铁公司 和伯利恒钢铁公司 等老牌综合性钢铁厂 纽科公司创建于1969年 主要生产低质钢材 成立不久 它便依靠低成本和更灵活的生产模式 在诸多综合性钢铁企业的包围中脱颖而出 建立了相当可观的市场份额 钢铁动力公司由纽科公司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创立 目前该公司已经成为成本最低的钢铁生产企业 它的基本流程与纽科公司一样 但技术却比纽科公司领先了25年 在这个例子中 无论是纽科公司还是钢铁动力公司 都充分利用了新技术的优势 而现有的综合性钢铁企业却无法利用这些技术 因为他们已经在现有生产流程上投入了几十亿美元 他们不可能彻底放弃 从头开始 于是 在钢铁市场的其他新进入者可以 而且正在采用类似的迷你流程时 老牌高成本综合企业的市场份额 已经把纽科公司和钢铁动力公司为的九足饭饱 而且这两家钢铁企业环 可以和其他新出现的微型钢铁企业一起 继续享受令人羡慕的资本回报率 现在 我们再看看这三个例子 西南航空公司 戴尔和微型钢铁企业时至今日的光景 尽管这三家公司依旧令人垂青 但和五年或十年前相比 他们的经济护城河早已不如往昔 原因何在呢 西南航空公司仍然拥有低于其他老牌航空公司的成本结构 这本身的确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但它不得不面对JetBlue和AirTran的竞争 后者不仅可以得到最新的机型 还可以以低成本在二级机场获得一席之位 此外 老牌航空公司的财务状况将和日下 也给低成本航空公司扩大规模带来了可乘之机 大型航空公司拼死挣扎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才不至于让资源闲置 才有可能击溃新崛起的爆发户 于是 新出现的低成本航空公司就必须复制西南航空的某些制胜法宝 在成本上与之抗衡 与此同时 戴尔依然是PC领域成本最低的制造商 然而 惠普通过业务重组降低成本 IBM等高成本运营商把PC业务出售给联想这样更精明理智的企业 戴尔的优势已经被严重削弱 大不如前 此外 PC市场的变迁也让戴尔深受其害 因为戴尔的超人之处在于针对的是企业的台式PC机销售业务 这些安熟的消费者对自己的需求心知肚明 但PC机市场的近期发展已呈现出笔记本电脑和大众型市场快速增长的态势 戴尔在笔记本电脑上毫无优势可言 而没有专卖店业务员的主动营销 非技术型客户在购买电脑是肯定会谨慎保守 新进入企业无法迅速复制其生产流程 或是即便能复制这一流程也没能破坏整个行业的运行规律 那么建立在流程基础上的成本优势就可以形成暂时性护城河 微型钢铁企业也正在面对安塞勒米塔尔钢铁集团 是现今全球规模最大的钢铁制造集团等全球性企业的强势竞争 这些全球性钢铁企业可以在发展中国家的各个角落找到降低成本的机会 从而实现成本的最低化 比如说 安塞勒米塔尔哈萨克斯坦钢铁厂的劳动力成本低得几乎让人难以置信 随着贸易壁垒的削弱 规模经济所带来的竞争 微型钢铁企业的成本优势已经大为弱化 因此 这三个例子告诉我们 新进入的企业无法迅速复制其生产流程 或是即便能复制这一流程 也没能破坏整个行业的运行规律 那么 建立在流程基础上的成本优势就可以形成暂时性护城河 戴尔和西南航空公司的成功 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前在竞争对手的不作为 或是不合理的经营战略 比如结威 而建立在竞争对手的懒惰和犯错误基础上的护城河 显然还不够坚固 因此 对基于流程的护城河还需谨慎看护 因为在竞争对手 复制这种低成本流程或是发明新低成本流程之后 这种成本优势往往会转瞬即逝 更优越的地理位置 第二类成本优势源于地理位置上的先天优势 和建立在过程基础上的成本优势相比 这种成本优势更具持久性 因为地理位置更加不容易复制 这类优势在大批量的商品行业更为常见 这些产品通常具有较低的价值重量比价值处以重量 且消费市场接近于生产地 垃圾搬运和食料加工 是我们在第三章里讨论过的两个貌不惊人但利润丰厚的业务 他们不仅拥有借助于法律法规挖掘出的护城河 而且也没有几个社区愿意在自己的领地周围挖一个新的大垃圾厂或采石厂 这就让他们还拥有了一条基于地理位置的护城河 垃圾车到垃圾处理厂的路程越远 或是装满石料的再重车到建筑工地的距离越长 搬运垃圾或运送石料的成本就越高 于是 如果这类企业的垃圾厂或采石厂的位置到客户的路途较短 那么他们也就拥有了更低的成本 这就意味着竞争对手要抢夺他们的市场 绝非易事 我们可以近距离看看石料加工企业在各个层次的经营情况 在采石厂所在地 每吨石子、细沙和沙粒的成本在7美元左右 再加上从采石厂到建筑工地之间每吨每英里0 10至0.15美元的运费 因此 5到7英里的路程也只不过给客户带来10%左右的额外成本 在实践中 这样的成本表明 采石企业对距离采石厂非常近的客户拥有局部范围内的垄断性 在半径50英里以内 竞争力会相对强一些 也就是说 其他采石企业很难占领这里的市场 水泥厂的经济激离与此类似 他们在距离厂的一定半径的范围内 也拥有这样的定价权 有时候你会感到奇怪 为什么经常会在市中心附近或其他不合时宜的地方看到老水泥厂 这是因为这些水泥厂一直是该地区附近建筑工地成本最低的水泥供应商 他们的利润率同样也可能高得惊人 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缴纳更多的税收 让他们的老板可以在那些对环境问题指手画脚的政客面前站直腰板 和采石厂一样 水泥厂也经常会在他们的临近区域内形成迷你垄断 难以复制的地理位置 还可以让某些钢铁企业尽管不是全部拥有更低的成本 例如韩国以前国有的浦香炙铁 曾控制高达75%的韩国钢铁生产市场 尽管进口原材料提高了浦香炙铁的成本 但在弹丸之地的朝鲜半岛上 庞大的汽车制造和造船业 再加上有限的运输成本 给它创造了巨大的优势 此外 韩国距中国只有一天的海上行程 这就是说 与输入成本较低但运输成本非常高的巴西或俄罗斯钢铁企业相比 它可以为中国客户提供更低的价格 随着中国的钢铁制造商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优质钢的产量越来越大 浦香炙铁的成本优势可能会有所削弱 不过 至少在近期内 这种优势依然是不可忽视的 独特的资源优势 通常 由商品类企业享有的第三类成本优势 是源于独一无二的世界级资产 如果企业拥有的矿藏类资源的采决成本低于其他资源生产商 那么 这个幸运儿就会拥有竞争优势 例如 阿特拉石油公司 是一家中等规模的能源企业 主要生产和销售天然气 由于淮俄明州部分地区在天然气资源方面的特殊优势 阿特拉的生产和销售成本低的不可思议 公司以及低价格提前买下一块的 而此时 还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该地段的巨大市场潜力 凭着这点 它的利润率足足比北美天然气制造商的平均水平高出一倍 例如 阿特拉的大多数汽景只需要700万美元的钻井成本 而北美其他地区的类似天然气田 即便是附近其他公司的钻井成本也在1700万 2500万美元 正是这种高不可攀的成本优势 让阿特拉在我们的研究中成为为数不多拥有最高资本回报率的能源类企业 几年前我们还接触过一家拥有这种成本优势的公司 名为康巴斯矿业公司 Compass Minerals 尽管企业规模晓得出奇 但主营业务却是令人诧异的井矿岩行业是公路除冰岩 而不是炸薯条的调料 这的确够冷门 康巴斯在沃泰华的哥德里奇港拥有一座盐矿 独特的地质条件目前开采的矿卖厚度超过100英尺和大规模开采 使它的除冰岩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属于最低价格 此外 由于哥德里奇盐矿位于修伦湖下面 康巴斯可以沿河到河运河 按最低的运输成本把盐矿时运到美国中西部 盐矿本身的低价格再加上低运输成本 共同造就了康巴斯的竞争优势 而靠近消费市场和中西部冬季的恶劣气候 也帮了它不少忙 细细品味一下 你就会发现 这种竞争优势并不仅仅局限于地下资源的采决行业 以巴西英五指江公司 为例 这家巴西公司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成本最低的指江生产企业 它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很简单 它用来生产指江的安树 在巴西要比在世界上 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长得都快在巴西 安树的砍伐期为7年 而邻国智利的砍伐期就要达到10年 北美国家的成熟期则多达20年 由此不难看出 如果英五指江公司的材料每7年更新一次 那么它的竞争对手需要多用50%到200%的时间去中树 因此 它用少量的资本生产更多的纸浆 当然也就不是什么稀奇事了 便宜未必长久 虽然成本优势可以成为竞争优势最强大的源泉 但不同类型的成本优势在持续时间上却不尽相同 通常情况下 基于过程的优势尤其需要当心 因为这样的优势纵然能持续一段时间 也是因为暂时性因素导致竞争对手无法效仿他们的过程 一旦这些限制因素消失 护城河就会迅速变浅变窄 相比之下 以地理位置和某些特殊性资产为基础的成本优势往往更具有持久性 拥有地理位置优势的企业往往可以形成局部垄断 而一流的自然资源更是无法复制的 成本优势的最大法宝当然还是规模 只有规模优势创造的经济护城河才是最长久的 那么什么时候规模越大越好呢 这就是下一章的主题 选股真言一 成本优势对那些价格影响客户采购决策最大的行业最为关键 仔细思考产品或服务是否易于找到替代品 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哪些行业的成本优势能带来护城河 二 低成本的流程优势 上加的地理位置和独一无二的资源 都能创造出成本优势 但流程导向的优势需要特别注意 因为一家公司能发明的流程 另一家公司就能模仿 第七